欢迎来到小韩书故事 小韩带来偷偷藏不住番外 第94至95集 桑智生麻太遭罪 段嘉许崩溃 那天晚上 段嘉许和桑智散步回家肚子 突然开始阵痛 按照医生教的方法监测 阵痛间隔的时间 基本是一个多小时 段嘉许连忙收拾进医院需要的物品 通知黎平 桑蓉和桑岩到医院会合 桑智开始洗头发 洗澡 洗完澡出来 桑智发现见红了 段嘉许连忙开车送到医院 到了产房 医生检查只开了一纸 让继续等 等到公缩密集到几分钟一次 再检查 又等了几小时 公缩间隔两分钟一次 再检查才开两纸半 桑智捂着肚子没吭声 痛得脸上的汗密密麻麻的冒 段嘉许满脸愧疚 只能一遍遍给擦汗 一家人在旁边干着急 在走廊走来走去 不停去问护士 疼了一夜 打了催产素 到天亮时 才开五指 打了五痛后终于缓解了些 到后面开到食指时 还是会痛 那时 已经到第二天下午五点了 那漫长的等待 那种看着心爱的人 痛成这样的无力感 让段嘉许分秒难熬 就像炖刀子割肉 煎熬无比 只想早点结束 支支 我们偷了吧 段嘉许语气 已然带着哭腔 离婷 桑容 桑言也是看不得 直指受苦 欣然同意 满眼心疼 平时娇弱的桑智 脸色苍白 却咬紧牙关 眼神坚定 不 我已经痛了这么久了 马上就出来了 我可以的 等到桑智终于被推进 产房手术台 被隔离在外的段嘉许 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把头深深埋起来 手摸着后脑勺 生怕让人看出她的异常 却看见肩膀在抖动 隐约有抽泣的声音 桑言黑着脸 满脸怒气 在门外走来走去 她一把揪起 段嘉许的衣领 眼眶还累 段嘉许 我最看不得我妹受苦 我妹为了你 生小孩吃了这么多苦 你以后如果不对她好一辈子 我桑言第一个 不会放过你 段嘉许抬起头来 眼睛通红 脸上满是泪痕 我段嘉许 但凡对直指不好 我就是畜生 桑荣过来 挖开养人 好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混账话 只指还在里面呢 语气里满是担忧 又过了几小时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 大家的情绪才终于好转 生了 生了 大家听到声音 都有点激动 十几分钟后 护士抱出来 一个女娃 七斤二两 五女平安 桑志要观察 两小时再出来 生那么久 都没哭的桑志 在婴儿啼哭的那一刻 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 等看到皱巴巴的一张脸 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心中的母爱 油然生起 又不得不心疼 女儿以后 也得再生育这道关 遭一次罪 医生提醒 不要情绪激动 小心大出血 桑志才慢慢缓和了情绪 女人生孩子 是在鬼门关走一遭 段嘉许有了深刻的体会 也更加疼惜 为了她生孩子的桑志 段嘉许看到 段木桑皱巴巴的一团 泪水夺框而出 手指轻轻碰出了下 不敢抱 不知道怎么抱 最后还是桑荣接手抱了 大家围成一团 都过来看家庭的新成员 段嘉许一门心思 都在桑志身上 执意要在门口等 最后 桑龙和桑岩回产房照顾 黎婷也是满脸担忧 和段嘉许在门口候着 半小时候 桑志终于被推出来了 脸色惨白 闭着眼睛 段嘉许张开外套 在前面挡风 慢慢推出车子 手指轻抚着脸 满眼心疼 直指 受苦了 疼吗 桑志微微睁开眼睛 无力地点点头 回到病床上 桑志睡了会 因为打了无痛 没有侧牵 只有轻微地撕裂 打了局部麻醉 还没散掉 桑志暂时还感受不到疼痛 只是觉得累 生完后人一下轻松了 肚子空空的 松松垮垮 像放弯气的气球 憋憋的 皱巴巴 紧遵医嘱 一小时内排尿 要下床走动 桑志连忙拖着肚皮 不然下坠得厉害 还好准备了保护带 又轻松了许多 等到麻药散去 才感受到撕裂的痛 最痛苦的 还是医生过来 按鸭子公排 恶陆时 痛到怀疑人生 段嘉许永远会记得 那段时间 作为新手父母的慌乱 先是开奶的痛苦 小木桑怎么也吃不到奶 饿得哇哇哭 桑志不会喂奶 怎么也塞不进去 虽然拉了帘子 只有母亲在身边 也是满脸窘迫 离平细心地教她 但还是喂不进去 小木桑最后只含着乳 尖 每吸一口 都是拉扯得痛 前几次吸水都没有奶 后来终于有了 又被吃得破皮 结痂后又被吸破 每一口都是钻心的痛 后来用吸奶器挤出来 掌握了正确的喂奶姿势 才慢慢好起来 还有新生儿黄胆 小木桑出生第二天 监测就发现 黄胆值上涨太快 被要求带去 专门的房间照蓝光 那几天 桑志看不到宝宝 担心得很 段嘉许两个房间跑 在蓝光市 看到小木桑光的身子 只穿了一件纸尿裤 被蒙住眼睛 头上插着针管 在保温箱哭的撕心裂肺 他心疼到了极点 又不敢告诉桑志 直到桑志出院 转到了月子中心 小木桑还在医院照光 过了两天才回到母亲身边 生娃时的兵荒马乱 直到小木桑出院 两人住进了月子中心后 才慢慢恢复平静 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产妇的恢复 新生儿的照亮 有专业人士的照亮 还是少走了很多弯路 段家许每天陪在月子中心 离平 桑容和桑岩 温乙凡会轮流来看望 桑志因为体重控制的好 现货后 体重值比孕前胖了三斤 减肥的问题 不是他需要担忧的 每日的月子餐吃着 新生儿不用他管 只有喂奶时抱过来 休息时间够 气色也慢慢好起来 每天都下床走动 除了肚子松垮 人看起来和孕前区别不大 确实恢复得很快 听从温乙凡的建议 桑志一直坚持戴着束缚带 和盆骨带 段家许很快能胜任 新手爸爸的工作 跟着工作人员 学会了给小牧桑洗澡 换纸尿裤 拍格 哄睡 只要是小牧桑醒着的时间 要么在床上躺着玩 要么就在段家许的怀里 桑志就在旁边逗一逗 那天 温乙凡下巴后 带着桑也过来看望小牧桑 一大家子都过来了 看着小牧桑被养得白白胖胖的 皮肤细嫩的 如同刚包出来的鸡蛋一般 黑溜溜的眼睛 如同黑宝石一般闪亮 最关键的是 他看到大家就咧嘴笑 一大家子都被动乐了 桑也快两岁了 走到小牧桑的小床旁边 伸手摸摸他的嫩脸 摸摸他的小手 穆桑 你好 我是哥哥桑也 赶快长大 哥哥带你玩呀 大家都被逗笑了 在一旁逗着两个孩子 新生儿带来的喜悦和欢乐 渐渐占据了大家的心里 生育时的痛苦 如同梦魇一般 那么不真实 不想去回想 选择记住那些 让人高兴的事情 而对痛苦的经历 人人选择遗忘 所以 人们会庆祝新生命的到来 却选择遗忘 那天同样是母亲的受难日 但 段嘉许 却会永远记得 她的直指 遭受过这样的磨难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